好 欢迎市立幼儿园17号的上午是进行了不合适防灾的演练 其中包含了防灾演练 防震的宣导 灭火的体验 还有消防车介绍等等 希望借由胜利其境的方式 让孩子们在面对灾害来临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正确的判断以及应变能力 小朋友带着头套躲在桌下完成掩护 直到警报声再次响起 所有人员请注意现在已经发生过去 请进度来安全能方向收贷 欢迎市立幼儿园在17号上午进行了复合式防灾演练 其中包含防震演练 防灾宣导 消防车介绍 还有烟雾式极灭火体验等等 目的就是要加强小朋友们的防灾知识 也落实防灾教育 要去加水啊 对啊 我们要去找那个 你有没有看路边有消防酸 你们知道消防酸是什么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花莲市 那有一些火灾的一些发生 灾情的发生 那我们希望透过孩子们的一个训练 那借由孩子们传达回去家里面 一个正确的防火观念 那再来就是地震的部分 那花莲花东地区都还是一个地震耗发的地方 我们希望未来在地震的一个防灾观念里面 都能够持续的加强 那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不论是大班中班小班 都能够落实防灾的观念 我再次要谢谢我们消防局的消防弟兄 那还有我们所有室友的老师们跟园长 非常辛苦的这样子教导孩子们 希望孩子们也能够把这些讯息 传达给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 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自主防灾的观念 消防人员与复宣队的志工们 亲自前往校园 教导小朋友们正确的防灾观念 希望借由生理其境的方式 让孩子们在面对灾害来临时 可以有更多的正确判断与应变能力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